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报名 这句话题说一说 彭博社再次设想大陆攻台的五条战略 虽然乌克兰战争和巴以冲突占据了世界的目光 但是美国战略研究界从来没有忘记台湾海峡 最近有一位叫布兰兹的美国战略专家 在彭博新闻上发表文章 认为美国绝不能忘记台海的风险 今年不出事 不等于明年也不出事 而大陆能够采用五种战略来实现统一 分别是和平统一 武力封锁 攻占外岛 大规模的轰炸 最后是全面战争 那有意思的是 这位布兰兹确实把和平统一 放在了五条战略的第一条 但是给他扣了一个胁迫统一的罪名 而且对这条战略的评价最低 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最小 他认为美国最需要预防和应对的是最后一条战略 也就是全面武力解决 因为这对美国来说是最为灾难性的路线 美国学者这种观点 从根本上体现了美国战略研究界 对台湾问题的狭隘的认识 和对中国历史的浅薄的认知 或许在他们看来 台独市里几十年的独化教育 已经让台湾民众对大陆实施了认同感 和平统一了 没有希望了 而在中国的历史上 对于统一的执着与韧性 可能更是美国人无法理解的 毕竟他们的国家只有200多年历史 对于中国春秋战国 三国两晋蓝白朝 五代十国抗辽抗金 乃至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历史 美国人是普遍缺乏理解 古代中国多次从完全分裂 最终走向大一统 和历史上那些分裂时期相比 台湾问题的局面其实远没有那么严重 至于台湾民众对大陆是不是有认同感 这个问题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可以找到案例 岳飞在1134年发起北伐的时候 中原地区的大片土地 早已经落入了辽国金国手中 11140年岳飞第四次北伐 夺过黄河的时候 当地的不少人已经对宋朝没什么感觉了 时间过去200多年到1368年 明朝建立之后依然恢复了汉唐故土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分裂出少数民众 短时间内思想上拐不个弯来 问题也不大 他们迟早是要回到中华民族大家庭里面来的 也正是因为古代统一战争 让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大陆如今坚持和平统一的主张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动用武力 美国学者把这种理念理解为胁迫 这恐怕是殖民者欺凌印第安人的惯性思维 关于和平还是武力 这里还有一个奇怪的悖论 有不少美国的研究人员认为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遭遇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这件事吓倒了中国政府和解放军 所以才会选择和平统一 这更是莫光短浅和本末导致的表现 俄乌问题和台海问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一个是两国战争 一个是国家统一战争 但是这两个问题在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上面 是可以进行一些类比的 俄罗斯长期采用和平斗争的方式 反对北约不断的东扩 反对美国的胁迫 但是一直没有让美国有所收敛 所以俄罗斯才不得不采用了战争手段 另外俄罗斯固然受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从目前的局面来看 战争的胜负不好说 美国要是无力继续援助泽良斯基政府 那么俄罗斯就会逐步逐步的走向胜利 所以如果台湾问题不能和平解决 也是美国和台独势力破坏的结果 而这样的破坏必然倒向武力统一 这些势力口口声声担忧大陆动武 却又不断的把局面向全面武力解决推进 这是阴谋呢 还是缺乏政治智慧呢 从近些年美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实践来看 很可能是后者 乌克兰问题就是美国不断的破坏 俄罗斯和平努力造成的结果 而巴以冲突也是美国单方面的庇护以色列 客观上破坏了中东和平进程的结果 所谓和平一定是在平等条件下达成的 允许一方长期压迫和杀漏另外一方 而被压迫的一方不能反抗 这不是和平 而是在积累战争的能量 美国执政集团对这样的简单的道理视而不见 怎么能指望他们在台海问题上 做出理性而正确的判断呢 好 这期话题就评论到这里